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工程已经做了Web依赖 所以我们直接放NEO4J的依赖就行了 只需要加这一个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全局属性的配置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NEO4J的访问地址 7474这个端口 然后就是我们访问NEO4J的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这把密码改成了123 好的 把这个放到全局配置文件当中 Application Properties 你第一次去访问这个NEO4J的时候啊 这个再强调一下啊 优惑名是NEO4J 密码是123 然后呢 它会让你修改密码 这密码也是NEO4J啊 然后呢 这个它会让你修改密码 我这个是修改成了123 好的 那既然它是数据库嘛 我们就按照数据库的思想来这个 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首先我们要创建这个实体类啊 建一个包 Q9 那么这个实体类 那么这个大家要清楚 在这个NEO4J当中 它重点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节点 一个是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建立的实体类 也就是什么 节点对应的实体类 以及关系所对应的实体类 我们在这儿创建节点 所对应的实体类 比如说咱们叫这个 用户吧 用户啊 咱们描述一下用户 那么这个咱们就给它起名为 User Node Node是节点的意思啊 这样比较直观 好的 那这个表示的啊 大家要注意 这个表示的是节点类型 表示的是节点类型 这个节是这个节 节点类型 OK 咱们在这个里边呢 在这里边需要定义什么成员 当然了除了属性之外 我们还需要定义这个 NodeID 把它作为这个什么 因为它存的时候 是以图形的方式来存的 是不是 把它作为图形ID 是吧 那它怎么就知道 这个NU4节 怎么就知道 把它作为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ID了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注解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 叫Graph ID 所以说我们再来个用户的姓名属性 property 再来一个年龄属性 它也是属于用户的属性 好的 那么 最后我们生成 get set的方法 最后大家别忘了 必须在这个什么 节点类型上 再加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 叫NodeNTT 节点实体类 是不是 节点所对应 而节点类型所对应的实体类 那你加上这个节点之后 它就这个会把它什么 会把这种类型的啊 存到NU4节数据库当中 啊 所以要加上这个注解 那么表示这个节点类型 我们可以在这儿啊 表示这个节点类型 user note这个类型的 你也可以再给它起个别的名字 用这个label属性 比如说 咱们就叫user 也就是当咱们要创建 这个节点类型的时候 是吧 我可以用这个 user就行了啊 不用写user note了 OK 这是节点类型 咱们创建完了 接下来咱们创建什么 关系类型 那也就是用户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创建的这个节点 是user类型的 那么关系 用户和用户之间存在关系 所以说我们下面创建 这个关系类型 咱们就叫user relation user relation啊 叫这个类型 然后在这里边 那表注意 它表示的是 用户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但在存的时候 它也是以图形方式来存的 所以说怎么着 我们也要有一个什么 图形ID 也要有一个ID 怎么就知道 把它作为图形ID了 加上这个注解 那么你表示关系的话 必须是两个用户的关系 是不是 比如说张三和李四的关系 那么很显然 一个用户呢 又是一个节点 那怎么办 所以说 它这里边需要定义什么 节点类型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那个起始节点 可以有两个用户吧 是吧 两个用户都是这个user node类型的 那这个我们叫什么 解笨的node 注意一下 这个表示起始的 这个表示什么 结束的 那么就好比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就 那个图 之前看的那个图 是吧 比如说这个team和jack jack 认识team 是不是 也就是说team是jack的朋友 那么这个jack 这个节点 是吧 它不就是一个用户节点吗 它是相当于起始节点 它是相当于什么 结束节点 但是和team和lily呢 team是起始节点 lily呢是结束节点 行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你表示关系嘛 必须是两个用户 所以说这里边需要定义 两个用户节点类型 那怎么就把它表示为起始节点了呢 通过注解 start start node 它怎么就是结束节点了呢 笨的node 这个表示关系的 最后生成 start get的方法 那么这是一个关系 是不是 这是表示关系的那个实体类 那么最后我们也要把这个关系存到 neo4节数据库当中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最后还要在这个类上 加一个注解 叫relationship entity 加上这个注解之后 它就会把这种关系存储到数据库当中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什么 表示这种关系的名字 表示用户和用户之间这种关系的 给它起个别名相当于 比如说咱们就叫user relation 当你在给两个用户建立关系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名字就行了 OK 这个是我们描述了一下什么 节点类型 描述了一下关系类型 那相当于这个就是什么 po9 po9 实体类创建完了 接下来我们相当于创建dao dao 也可以说是maple 是吧 都一个意思 相当于操作数据库的dao层 那么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 我们这个无非就是什么 添加这个节点 是吧 添加建立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常用的操作 或者是查询节点 查询节点就是查询用户 是吧 或者是查询这个 查询谁 这个查询什么什么关系 等等 那所以这是我们dao层要实现的 那接下来咱们写一下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只需要写接口 不需要写实现 这个类似于什么啊 类似于这个 这个gpa gpa 首先我写一个操作这个 操作节点的 一个dao 这个呢 咱们就叫 user repository user repository 行 起这个名 接下来 注意 我们需要让它继承谁呢 我们需要让它继承graph 所以 graph repository 这个类型就是你的什么 节点 类型 也就是说 你继承了这个graph repository 那么那些增删改查的功能 在这里边都已经实现了 行 然后在这里边你是想写查询 还是想写添加 是不是啊 就直接写 那在这呢 我们肯定要用的就是什么了 用的就是 添加也好 查询也好 是不是 各种功能都是Cypher语言了 我们把这个 拿过来 因为它是相当于第一欧嘛 所以说也要创建它的代理对象 对吧 我们用component这个注解 来这里面呢 咱们实现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查询 是吧 查询这个用户节点 查询用户 一个是添加用户节点 我们看一下啊 你只需要写这个功能 是不是啊 这因为就是接口嘛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对应的那个用Cypher语言 所对应的写法 这个是我们要查询用户 是吧 查询用户节点 那么这个用的是match match 然后查询用户节点 这不是那个user吗 user就是我们在这 起的这个名字 这不就是用户节点吗 那最后呢 我们要把查询出来的 这个返回return 它这不是用n代表的吗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添加 添加也就是 添加一个新的用户 是不是啊 那这个呢 用的是Cypher语言的create 那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那么肯定要给它指定 属性对应的值 是吧 然后最后把这个什么 返回一下 那这个 我们这个方法 会接收相应的属性值 然后怎么着 然后它这个里边什么 大括号age 大括号内部 是吧 那取到的就是什么 取的就是啊 这个对应参数 所接收到的值 好的 这个是用户的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什么 用户关系的啊 关系类型的 我们再建一个接口 叫user relation 用户关系是吧 user relation repository 同样我们只需要让它 继承谁 这个范形就是你这个关系类型的 关系类型咱们叫user relation 然后你在这里边写什么相应的 增删改查的方法 以及它对应的那个什么 这个Cypher是吧 Cypher语句 这呢 来从这考一下 拿过来 user relation repository啊 使用component的创建这个DOO对象 看一下这里边实现的功能 第一个是查询 是吧 查询是个什么什么具备 什么什么关系的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不是match吗 match查询 那查询是什么呀 相互之间有关系的 是不是 查询两个用户 他们两个用户呢 彼此之间都有关系的 也说他认识他 他也认识他 反过来他也认识他 这样的用户 然后他还有查询条件 where 是吧 什么条件呢 那这不是两个用户吗 一个N 一个N1 是吧 N的 他还指定了什么 用户ID指定了要查询的这两个用户的ID 所以说这个他要接收两个值 一个是这个左边这个用户的ID值 一个是右边这个用户的ID值 这是一个查询 下面这个是添加关系 添加关系 是吧 那么添加的时候 大家看后边 转了 转了 create 是不是 create 给他们两个建立关系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关系类型不就user relation吗 建立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 user relation这个类型的 我们给它起的叫这个名字 行这个是建立关系 但是他建立的关系是给谁和谁建立关系 是不是啊 所以说他指明了也是接收需要建立关系的这两个用户的ID 也说给这两个相应ID的用户建立这个什么关系 OK 这是这个DAO层 接下来我们写一下service层 咱们写一个什么呢 叫user service 打注解 在这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添加一个用户节点 那我要添加用户节点的话 我们需要用这个DAO里边的这个 对吧 所以说需要把它注入一下 user repository 这个 user repository 输入一下 outroware的 写一个功能 叫 添加用户 是吧 添加用户 这里边呢 就相当于是用户节点 然后我们在这 需要接受一个什么 user node 类型的 接下来我们刚才在这里边 是不是已经什么 有一个添加用户的 是不是 添加用户的这么一个功能 user node 叫get 什么 name user node 叫get age ok 这个是咱们写了一个添加用户的功能 添加关系也一样 咱们就是先调用其中一个 如果你还用另外一个 你再把另外一个关系的注入一下 然后再调用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写一下这个 controller 然后咱们叫 neo 什么包机 controller 哦 这个 这个 是吗 哦 刚才选错丁了 是不是 看一下 刚才选上别的工程了 啊 在这儿创建一下 come点 前方点 什么 这个是 controller 咱们就叫 这个 什么 neo 包机 controller 加一下注解 代用一下service 咱们这个叫 什么userservice 输入一下 OK 我们写一个功能 public 然后比如说叫 sale 是吧 sale usernode 保存用户节点 保存路径 这个 request mapping 这个 我们叫 sale user 我们在这儿就需要构造 自己构造一个 user node node user node node.r node node 然后set 什么 set node id 是吧 node id 比如说是1吧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 Long类型的是吧 Node.setUserID 这不错类型的 是吧 接下来 Node.setName 什么张三 Node.set这个 Age 接下来我们把它添加到 NEO4G数据库里边去 我们用这个Service里边的 Age 把它加进来 最后呢 咱们返回一个Success 把这个ResponseBody加上 ResponseBody OK 那这个 咱们这些功能 DAO层是吧 然后这个PO POGO DAO Service 还有Controller 咱们都写完了 那最后咱们在这该扫描的 要扫描一下 那在这里边呢 肯定要扫描谁 扫描Service和Controller 所以 所以这个把包名 COME 先锋 Service和Controller 都是以 都包含 都是 以这个为基础 那么 我们还得扫描谁 DAO 所以这个怎么扫呢 要用这个注解 enable NEO4G Repository 这个来指明你那个DAO的包 COME 这个是叫什么 base package 是吧 COME 这个是COME 前锋 点PO 好的 下面呢 咱们 启动一下 访问一下 这个Controller 实现添加这个张三 这个用户节点 OK 启动完成了 咱们在这 Local host 叫什么 8080 接下来 是叫什么 叫 SAVE SAVE User 成功了 是吧 那 成功了 说明这个用户节点 已经被添加到 这个什么 数据库里边去了 是吧 已经被添加到 NEO4G的 数据库里边去了 那咱们 看一下 有没有加到 数据库里边去 那是不 大家看这 我们在这 可以写这个 这个NEO4G的 这个 什么 用Cypher语言的 那个查询语句 那 这个我们 查询语句 有没有啊 我们在这个 Repository DAO层 是吧 查询的 这是不是有个Match啊 用这个 查询一下 是吧 查询所有用户 查询所有用户 点这个执行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那个张三啊 我们刚才添加期的是张三 这个里四是之前夹 夹进去的 之前讲过的 你看一下 它都是以图形的方式来存储的 好的 这就是这个 在Spring Boot当中 如何使用 NEO4G 这一讲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是什么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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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